你先提出建議案嘛 你覺得A方案 B方案 C方案 哪一種比較好 勇敢一點 勇敢一點 王議員不要一直講勇敢 你等方案出來再說好不好 方案出來怎麼做決定 你一副要還權於民的樣子 聽大家共識 那我問你協和火力八電廠填海照路 你要不要問全民的共識 路線改變 路線優化 請問你要不要問全民的共識 你想做決定的時候 你就說你可以做決定你專業 你不想做決定的時候 你就說是要等全民共識 荒謬 沒有 王議員這個我完全沒辦法接受 基隆捷運到底能不能興建呢 目前最大的問題在於 基隆到八度這一段要怎麼規劃呢 基隆市議員王醒之在質詢時 要求基隆市長林佑昌 要勇敢一點 對這段簡稱為G八段做出決定 不然就要用地方性公投 讓基隆人來做決定 而不贊成公投的市長林佑昌則強調 要尊重王醒之的意見 但請不要貼標籤 一來一往一問一答火花四射 面對這件事情 基隆到八度這一段 現在有沒有政策工具可以決定 到底用什麼方式來進行 市長不斷的在說 要尊重基隆市市民的意見 但我要講 你作為一市之長 我們現在都面對一個問題 基隆市沒有出任何半毛錢 就可以得到這個基隆捷運 但是我們對於基隆捷運 該怎麼設計 基隆路線該怎麼規劃這件事情 基隆市難道可以沒有意見嗎 你作為一市之長 你可以沒有意見嗎 你將來要去當交通部部長的人 你可以不在這個時候 同時面對台鐵的需求 同時面對台鐵改革的可能 又同時面對基隆人通勤的需求 你得要面對這件事情 那我現在要說 基隆市就算沒有出錢 我們窮也要窮得有骨氣 今天有人要送你一個按摩浴缸 但是說要裝在你家的陽台 有人說要送你一套免制馬桶 但是要裝在你家的廚房 你難道可以沒有意見嗎 我們不能因為沒有出錢就沒意見 而意見到底在哪邊 我現在要說 你要讓等交通部公佈 Fine 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做決定的工具在哪裡 我們沒有任何的政策工具來決定 基隆市的共識是什麼 過去前面三十幾席議員都在問你 每個人都問你 你也非常不耐煩的一直在強調說 你已經在議會裡面說過非常多次 為什麼 就是因為從來沒有一個完整的政策說明 從來沒有 而你本人站在基隆市政府的立場上 你也沒有提出 A方案 B方案 C方案 你覺得哪一種比較好 你要等交通部也可以 但等交通部公佈之後 如何形成基隆人的共識 我告訴你 你早就拍拍屁股坐到交通部去了 公投結束完之後 蘇內閣改革 蘇內閣重新改組 你就有別的位置去了 我要講的是說 現在唯一我們看到可以的方法 就是你昨天剛好說不需要的地方性公投 地方性公民投票門檻以及票數 都非常清楚 在基隆市就是可以嘗試 你敢不敢試試看 我們現在如果交通部提出幾個方案 都是你說的 具體可行 你不敢公佈 你要求交通部不要公佈 但最後交通部公佈的方案 請問我們基隆市三十幾萬人怎麼做決定 你不敢做決定 我們幫你做決定 就是這麼回事 這是你該負的政治責任 請你回答 怎麼做決定 基隆人的共識怎麼做決定 你就回答這個問題就好 好 謝謝 我尊重王議員的一個意見 你當然要尊重 你回答我的問題 不過請不要貼標籤 我沒有貼標籤 我覺得你有貼標籤 什麼標籤 謝謝 我想各種方式都可能 然後第二個 你要舉行地方性的一個公投 由下而上 這個我也尊重 但 政策的一個決定 有很多的方式 不一定要透過這個方式來處理 公聽會 說明會 都有 公聽會或者是說明會 都是法定的程序 柯文哲用iVoting 證明是失敗的結果 請問你林又昌用什麼 我想 第一個 一個就是剛剛在講 我們政策出來之後 各種可嫌方案出來之後 公聽會一定要開 我的態度跟立場就是 公聽會廣開 而且不是開一場 也不是開一次 你可以開很多場 你也可以開很多次 如何形成共識 我想那個 你先提出建議案 你覺得A方案 B方案 C方案哪一種比較好 勇敢一點 勇敢一點 王議員不要一直講勇敢 你等方案出來再說好不好 方案出來怎麼做決定 我剛剛講過的 完全愚民的樣子聽大家共識 那我問你 協和火力八電廠填海照路 你要不要問全民的共識 路線改變 路線優化 請問你要不要問全民的共識 你想做決定的時候 你就說你可以做決定你專業 你不想做決定的時候 你就說是要等全民共識 荒謬 沒有 王議員這個我完全沒辦法接受 第一點 路線的優化 並不是金融市政府 我們主動提出來 不要搞錯了 這是柯文哲市長 硬把它扭成是所謂路線變更 事實上在最早 鐵道局在規劃的時候 就有各種的方案 並不是變 所以我為什麼那麼生氣 柯市長在做認知戰 在扭曲抹黑金融捷運 跟他對決好不好 邀他出來對決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